大家好,這集我會跟大家講講總統標的兩隻撈標 Delma,早晨,大家看不見到我的新寵物Delma 對呀,它今早真是呆呆的 Hello 對了,這個是我的新寵物,小蟹 小蟹仔,OK 千萬不要被大石窄死小蟹 OK 好了,你可以走了,你跟大家說了Hello,可以走了 OK,那 講回這個總統標,我之前有另外一個video 就是講總統標的一些歷史 近期又見到有些人講回Worlogin的品牌 其實你看看那條影片就知道 其實Worlogin最早期都是在總統標旗下的 所以,如果你說到Cricut最早最早期 其實是來自總統標的 OK 我給你看 有標有真相 有標有真相 這隻總統標的Nautical 之後 Worlogin在2000年重新再投產的時候 才再復刻回這隻深潛的響流 亦都是叫Nautical 大家看看 Nautical 其實Nautical在他們當時來說 是他們那個系列呢 所謂最深潛的 那Nautical 對了,又講回 最近看到一條影片 又說 這隻錶到水底響不響 之類的東西 那我可以跟大家說 Nautical這個系列 我是曾經自己試驗過的 直接把一隻錶丟到水裡 而它是真的可以在水底都響到的 就是我曾經都做過這個示範的 就不需要你去買這隻錶來試 然後才看是否真的在水底響到 是可以的 為什麼呢 因為Nautical這個系列 是有三層底蓋的 防水性能亦都比較高的 我這個年代的總統標 那時候已經是可以200米 那之後的Nautical 做回去同樣這個 這個款 Nautical的款 是可以做到300米的 所以它是絕對可以 落到水 如果響流你在水底 亦都可以聽到的 加上它其實這個款 其實是有三層底蓋 有別於其他 即是那些響流的錶鞋 有兩層的底蓋去抗音 那當然也有些是完全物底的 物底那些 你可以預期就沒有 雙層底蓋或者三層底蓋那麼響的了 OK 這個就是一些關於 鬧錶的訊息 亦都有人拿這個 Cricut這個機身來 相比其他什麼 積架 又什麼那些 那其實那些 真的小聲很多 因為他們那些都是用 AS Movement 包括 艾味 都曾經出過的 都是用AS Movement OK 沒有得比的 因為這隻Cricut的Movement 就是屬於獨家的 自己的 那當然 最早期 我想跟大家說 是源自於 Review Tolman 總統錶這個品牌 那我今天這裏 就跟大家介紹 因為剛才我手上拿的那隻 其實你是 不會找到 也都買不到 除非你去一些 疑守 或者網上的 那些 店 如果新標 你就買不到 這隻 因為已經很久了 不過 另外 有兩隻 Cricut 的鬧錶 你是可以買到的 就是 大家看到 這兩款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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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呢 我就 先示範給大家看 之前這隻Nautical的響流 是怎樣的聲音 是否很厲害 其實剛才 我不小心 其實有隻手指 都 蓋住部分的底 如果沒有蓋 其實就更大聲 少少的 OK 這個是Nautical 好似閃聲 那我又示範這家 這家 你可以看到 亦都可以買到的 這個款 它有幾大聲 所以 可以看到 上去年 這隻Cricut的機心 是可以響二十秒的 你看到 就算 這家的Cricut機心 和以前那隻Nautical 的聲音 Nautical一定是大聲一點的 因為它有三層底 做抗音 和水底 亦都聽到的 不過 這個 這個是普通的 這個 我 包標紙都沒有拆 你剛才聽到 其實都 都 都 相差不大的 都是很大聲的 OK 我想說 鏡頭 動了 OK 其實 最主要 我想跟大家說 一些關於 價格 和 抵不抵的問題 大家都知道 現在網上的資訊 很發達的 大家按一按 按一下 你的手機上網 其實可以看到 所有品牌 所有款 所有模特兒 現在 其實大約 市場 在做什麼價錢 那我看到 就是 我看到 有條片 就介紹 以前 的 Wallgen 那 定價定到 7萬多 啊 他們都 還說 抵 真的 我都是 因為 因為 相同的款 雖然 十多年前 那 我 都在賣 二萬幾 元 當你 已經 標到 這麼高之後 你跟人說 多少折都沒有用 是吧 你不要當 別人是傻的 才行 那 又說回我現在 介紹給大家的 這兩款 總統標 的 工價 雖然不是最新的款式 工價這幾年來 一直都沒有 上跳過的 工價 都是 二萬三 元 OK 你看到的 這兩款 OK 它 唯一的 問題 可能有些人不喜歡 就是它的 尺寸 因為 這個 錶的 尺寸 直徑是 34mm 當然 相比 於 現在 很多 40mm 錶 來說 它是 有少少 細的 這個是 我自己 可以見到 唯一一個問題 如果你 純粹是 想買一個 即 一個 值得 收藏的 機心 即是Cricut的機心 OK 我絕對 建議你 買這支 錶 多於你買 現在 所謂其他品牌 錶高了 價格 給你幾折都沒有用 都是偏貴的 如果你是 只是想 賣 Cricut的機心 的話 我覺得 我現在 這一集 推薦的 這兩隻 是絕對 絕對 最底 最值得 賣的 因為 公格23,000 我可以跟你說 有間 標譜是在做 五折 是說 一萬一千五百五十 你就可以買到 這隻 原本 瑞士 的 品牌 很久 歷史 加上 是 最早 第一代 Cricut 做 Cricut的 一個品牌 OK 窩勞堅 都是 之後 OK 脫離了 Ravitoman 之後 做的 機心一模一樣 OK 響的聲音一模一樣 OK 因為我自己本人之前看過我的影片都知道 其實我本身就是代理的窩囊堅差不多都有十年八年了 所以 應該 如果講窩囊堅來說 都沒有什麼人比我更熟悉 之後 二千年打後出 那些款式的分別 OK 去窩囊堅來說 它有 初頭出 只是出上年 上年 又分 兩層底蓋 和三層底蓋 三層底蓋 就是所謂的Nautica 最大聲的 雙層底蓋 都是很大聲 都是全世界最大聲的 那有些呢 它就做這個透底 透底那隻一定沒有那麼大聲 因為它沒有那個 雙層底蓋做抗音的 之後它又出了一些自動錶 自動錶又再細聲一點 因為 始終自動錶 有那個 鎖 原本的裝置 是打到鐵釘的 這個環節 所以 之後出自動錶又再細聲一點 OK 大家 可以做個比較 看看 如果你是想有一隻 鎖錶的 或者你都已經有了 純粹是想要多幾隻 那 我覺得沒什麼所謂 如果你是想買你第一隻鎖錶 我是覺得 我現在推薦的 這兩隻 絕對是最低的 那 還有 香港不會有很多貨 大家 如果有興趣的 盡量去找找吧 多謝大家